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远远甩开了我们 我要你们有何用 你们都被辞退了 今年上海车展结束后不久 在德国大众总部的会议室里 大众子公司卡里亚德的所有高层被集团CEO骂得狗血淋头 子公司的所有高管 包括CEO CTO CFO全部给辞退 卡里亚德是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独立软件公司 当初成立之时 卡里亚德雄自英发信心勃勃合并了15家软件公司 打造了一个5000人规模的软件公司 这个研发团队规模都快赶上理想汽车半个公司了 但是卡里亚德团队的研发成果却不能让人满意 2022年卡里亚德实现营收7.96亿欧元 同年卡里亚德的经营亏损是20.68亿欧元 如果算上2021年卡里亚德两年累计亏损33.95亿欧元 大约是258亿人民币 一个软件公司亏到这么多钱 实在是让人意外 而且大众的车机系统出了名的难用 数字高尔夫8上的那套车机 新款奥迪的车机和大众ID系列的车机都存在逻辑不清楚 触控反应不灵敏 智能化功能缺失 死机频发等问题 例如在大众ID4的投诉页面可以看到 2022款车型的质量投诉共35个 而车身附件及电器的投诉量就达到了31个 这些投诉包括了车机及仪表黑屏要求解决 车机频繁断网维修位解决 车机系统损坏中控屏黑屏 车机无法联网 一直无法解决 故障都非常统一 一位车主在投诉中表示 他购买的21款ID4长续航版已经行驶了1.7万公里 期间断网无数次 平均每周断网三次 另外一位车主则抱怨 其车辆启动后 中控屏仪表盘不亮 转向及雷达无声音 开车只能盲开 车辆信息及速度倒车影像都无法显示 非常危险 为了大众的车机系统 大众CEO等高层 也是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 要尽快进行修复和完善 但显然软件团队仍然拿不出很好的解决方案 这极大的影响了大众ID系列车型 在前年的销量 特别是在竞争相当激烈的中国市场 今年的上海车展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大众高层格外震怒 为了上海车展 大众专门包下了两架飞机 把旗下的大众 奥迪保时捷品牌的所有高管 董事会成员运到了上海 目的就是好好地展示下大众优秀的产品 结果一到车展现场 大众的高管们就被五花八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 完全给吸引了 比如比亚迪的仰望系列 搭载的一四方系统可以实现原地380度转圈 还可以横着走 如果掉水里了 居然可以浮在水面上 大众高管们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到底是车还是船呢 没想到比亚迪的董事长又抛出一句 仰望系列搭载的云碾系统 可以实现四个轮子独立控制 如果不小心掉了一个轮子 没时间修的话 三个轮子先跑几个月也不是问题 大众高管们彻底沉默了 新能源车还能这样玩 另一边在广汽爱安的新能源展台上 大家又发现了一种叫做 弹侠电池的锂电池 居然实现了电池被枪击不起火 原来其电芯使用了具有超高稳定性 超高耐热性的纳米陶瓷材料 然而利用复合急流体受热后 快速变形的特点 一旦电池内短路产生热量 就会导致短路点附近急流体 快速塌缩 避免持续短路 从而杜绝了起火的可能 此外 在国产新能源车另一个特点时 基本都搭载了自研的智能车机操作系统 智能坐驾 人靠近后自动解锁 一件自动驳车 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等等 简直是神仙打架 彻底把外国车企高管们看傻眼了 果然什么东西一旦让中国人研究明白了 就没老外啥事了 结果从车展回去没过多久 卡里亚德一众高管就被全部下课 大众从1938年成立以来 第一次感觉被人甩得远远的 想追都没办法 事实上除了功能丰富 人车交互体验好以外 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是 这波国产新势力 彻底把价格打下来了 比如特斯拉续航600公里以上的车型 需要50万以上 结果广汽安2023款 具备610公里续航 价位只要14万左右 为了吸引年轻用户 爱安更是搭载了 自驾互联生态系统 可畅玩3000余款游戏 还能实现150米 超长距离记忆泊车 跨层自动找车位 这些功能都非常实用 特别是针对不同城市的用户 还会经常推出适合当地的优惠政策 如果是在北京买广汽安 就能享受北京区域专属金融政策 其中包括最高3万元的置换离 至高6万元的特价离 至高1万元交付基地等 这才是中国新能源车真正厉害之处 我们不但卷技术 还卷成本 卷价格 一直卷到人人都买得起 这样就彻底打破了 以往油车时代发动机 底盘 变速箱这三大件 受制于人的惯例 再配合是那个 中国在锂电池工业制造方面的极大优势 我们如何不赢 2020年时 德国媒体就曾经说过 美国特斯拉已经领先德国车企十年 而到了2023年 德国慕尼黑水星报深刻反思打出标题 中国领先我们几光年 面对在智能化领域突飞猛进的中国对手 大众汽车明显已经落后了 大众CEO表示 卡里亚德的表现是不可接受的 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和重组 同时大众汽车集团 也加快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沟通和协调 寻求更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 有消息称 大众集团或将与大疆集团 在智能化领域达成合作 大众汽车和大疆的合作始于2017年 当时大众汽车宣布与大疆合作 共同开发无人驾驶汽车 去年10月13日 大众汽车集团宣布 旗下软件公司卡里亚德 将与高效能智能驾驶计算平台的 头部企业地平线成立合资公司 加快集团面向中国市场的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进程 在与地平线的合资中 大众方面砸下了约24亿欧元 以目前的汇率计算 大概相当于167.56亿元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呢 按照上汽集团披露的财报 其与大众合资的上汽大众 在2021年收获了约100亿元的利润 也就是说 大众在与地平线组成的 合资公司当中的投资 相当于上汽大众一年半的利润 而如果以上汽大众的股比来看 大概比大众从上汽大众中获得的三年利润总额还多 地平线的确不视为大众丰富自身智能驾驶能力的好选择 从地平线官方的相关消息看 地平线赋能的车企 包括奥迪 长安汽车 长城汽车 红旗 上汽集团等整车企业 与此同时 包括理想汽车 比亚迪等新能源车企 也与地平线有相关智能驾驶方面的合作 而从实际表现来看 包括理想汽车几款车型在内的智能驾驶水平表现都还不错 更重要的是地平线同样是高性能 大算力自动驾驶芯片的提供商 在软硬件方面都具备一定的实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